走 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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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家亮 家亮 你别吓我呀 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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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哥 亮哥 收到求救记号了 这玩意儿太普通了 都别人玩事人家的 你说这人真要出事了 谁还有精力 去找这个警戒按钮 这都改了多少遍了 还要改呢 还要改百八十遍呢 改去吧 别在这儿站着了 你们都想想去 去吧 别弄着了 去吧去吧 这胡闹什么呢 我没胡闹 我在工作啊 有这么工作的吗 这玩也是工作嘛 这互联网思维 就是用户智商体验为王 我不得想用户所想 敢用户所敢 就当是玩呗 家亮 你可以让你的下属 改一遍两遍 八百遍都可以 但起码你要 告诉他方向吧 否则呢 浪费时间 投资的人怎么想啊 你怎么办 所以我不可能放过 产品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如果我明明知道 产品不行 不够好 还硬着头皮上的话 那到时候 投资人赚不了钱 员工拿不到项目奖金 就是对他们好了吗 不是 嘉莲 你知道姐在说 李总好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可能脱离职场太久了 你根本不了解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你有点奥特了 你再找一遍 没什么事 你别担心 你去哪儿 我认识我 看你去哪儿 我认识我 我要留下一个人 弓刀 你还是在那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游不愿意 保持距离 靠实力地说话有情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这么说话的 你如果要是连跟你姐姐的关系都处理不好 还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们 白总 我知道 我先去找我姐 回头再跟你说